据环球时报报道称 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周日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福尔加格勒会见 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俄罗斯老兵士表示 如果乌克兰敢袭击克里米亚 就将立刻面临末日一般的打击 据塔斯社报道 梅德维杰夫表示 如果乌克兰敢对克里米亚动物 就将面临末日审判一般的打击 他称那样的打击将是立刻的 非常迅速和猛烈的 他还将威胁要袭击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官员 称作了小丑 梅德维杰夫表示 他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 会达成其既定目标 即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他认为乌克兰的政权最终会被瓦解 俄罗斯会取胜并变得更强 不过根据美国媒体今日美国网站的报道 乌克兰方面也对梅德维杰夫的这番表态 做出了回应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称 梅德维杰夫是个已被历史遗忘 却假装自己很重要 很吓人的小人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